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今天小编将跟大家分享大蒜的三个食用禁忌 为了健康我们一定要知道 1.大蒜千万不能跟抗瘾药物一起吃 由于大蒜属于辛辣刺激的食物 因此最好不要跟其他药物一起吃 最好至少要间隔半小时服用 还有服用抗瘾药物的患者 最好也不要同一个时间吃大蒜 要间隔几个小时食用 这是因为临床上防颤心脏机械半膜直换素后 性梗绒酸治疗心脏支架手术后 脱妇产后等病人需要长期定时定量 有规律的口服抗瘾药 预防血酸形成 而大蒜中的硫化物能够抑制二磷酸现干 诱导的血小板聚集 减慢血小板凝集 因此服用抗瘾药的患者如果大量吃大蒜 会影响病情恢复 还可能导致生命危险 二 生大蒜不宜空腹吃 虽然生大蒜营养非常丰富 甚至胜过煮熟的大蒜 不过因为大蒜对胃的刺激 专家建议生大蒜要在饭后服用 切记空腹 还有大家也可以将生大蒜配饭吃 每天吃三到四枚即可 以免对胃产生刺激 尤其是胃溃疡患者 更要少吃或不吃生大蒜 三 容易上火的人不宜吃生大蒜 中医记载 生蒜性热刺激性比较强 火气大 胃痛 以及口 齿 喉 舌出现肿痛的民众 最好不要吃太多 尤其是生大蒜吃多了 会导致上火的情况发生 还有肝有内火也就是肝火旺盛的人 也最好不要吃生大蒜 否则肝火会更旺 时间久了会对肝脏造成损伤 肝火旺盛的症状 有如口干口臭 口苦 大便干燥 眼干 眼红 脾气暴躁等 这些人都不建议吃生大蒜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 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